歡迎收看蔬食夠健康 我是聖志 你們有大家一定有吃過臭豆腐 那臭豆腐在大街小巷都是炸的 跟清蒸的還有滷的 那我就會用簡單的方式 教大家如果做出好吃的炒臭豆腐 臭豆腐我們買回家 是這樣一大塊 那我們中間先剖一刀 貼成長條狀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做烹調 那首先會先將臭豆腐下鍋油炸 下鍋的時候我們先讓它去做定型 大概30秒 然後它有點膨脹之後 我們再拿筷子輕輕的剝一下 利用170度的油溫 炸個大概4分鐘 我們就可以把它撈起來 炸到這樣金黃酥脆 我們就可以把它撈起來囉 這個鍋加入油進來 蒜頭做爆香 紅白也會加進來 這時候臭豆腐就可以加進來囉 泡菜 加一點薄鹽的黑金醬油 加一點水進來 加一點香油 香菜 蔥跟辣椒片 做一個拌炒 我們加一點點的糖進來 炒香之後我們就可以盛盤囉 這道菜真的是太香了 人家說臭豆腐很臭 絕對沒有 那我們今天炒過的這個臭豆腐呢 真的是天香豆腐 那做法非常簡單 告別那個酥炸豆腐的這個傳統印象 利用炒的方式呢 也會做出一個非常棒的料理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記得按讚分享 掰掰